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套戲 大家都期望的就是Openheimer 在香港這邊好像說買不到票 那不知道怎麼辦呢 我想這套他 即是Tom Cruise 多得他不少 搶了風頭 很奇怪 因為照計這類科學家的傳記的片 一般來說就不會成為一個熱門 但是現在似乎看他走勢 很多人很期待這套戲 所以我就期望陳昇博士看完這套戲之後 我們花比較長的時間去討論一下 去講一講 是的 是的 這套戲在我們現在節目出街那一刻 應該就上了的 那就等我先看完 然後有故事講 另外一個就是我個人的喜好 搶了一閘 陳昇博士其實就可以一齊我們去講 就是我看了這本書了 《Chipwalk》 不是很貴的 百多元 但是也寫得很簡單 就是入門式的 不需要有關於晶片的特殊的知識 作為一個普通記者 我都看了 我兩晚都看完了 台長講得兩晚都看完的東西 大家起碼遇上兩個星期 好了 有些什麼可以說呢 我首先就不說了 我想問你 最近你去試用這個新的晶片 你有什麼發現呢 我就是 我怎麼說好呢 上個星期我提過的 我自己就試一下去 因為要幫這個節目出字幕 我就試一下用一下人工智能相關的東西 但是如果要run這個人工智能要快的話 最好就要有一個適合的 那些可以叫做 原本拿來是用來幫那個電腦畫面顯示得更加好的一種晶片 就是那些GPU那類的東西 就是有了那樣東西 你就可以連人工智能都run得好一點 就是 只能夠說 真是可以那個的表現差很遠 就是那個 你可以看到那個電腦晶片的設計 和那個運算那個技術 兩個相負相成之下 可以做到的差異是可以是很大了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記住 剛才已經提到的了 就是晶片 大家應該連結為近年的人工智能 這個發展 是的 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 你空談人工智能是沒有用的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足夠的運算行力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做不成的 是的 是的 但是我最想說的就是這本書裡面 那個技術含量不是太高 但是有一些跟時事有關的 在這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說俄羅斯在晶片的製造方面是遠遠落後的 這個影響了這次而過烏克蘭的戰爭 那個具體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在波斯灣 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時候呢 已經顯示了它的精確轟炸能力 那時候你記得就是它有個炸彈的時候有張照片你看的 有個動態的直影是什麼 是炸到那裡就炸到那裡 這個技術呢 原來是近這20年是發展的很快在美國方面 而這次俄羅斯 為什麼我特別在這一次講 因為去年我們去講這場戰爭 我在其他平台講的 這一次戰爭理論上應該是會顯示到未來戰爭的趨勢 就是大家都動用大量的無人機和精確武器 因為我們在這個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亞打一場仗 其實已經看到一件事就是 因為兩邊呢 一邊是用人打的 阿美尼亞 一邊是用這個無人機打的嘛 結果是阿美尼亞輸到媽媽都不認得嘛 但是這次為什麼 我那個期望是落空了呢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羅斯的晶片 跟著這本書說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現在發現這個情況 你會看到呢 就是它有很多超音速的導彈 極超音速的導彈 但是這要原諒我 我要用這個粗口的 我才能講到這件事 俄羅斯是要勾炸的 它的精確度不夠 所以它要透過加大它的速度 和那個炸藥的當糧 來去補足它那個準確度的不足 其實呢 這裡都可以提到 我們過往試過 其中一集《科學回憶錄》呢 有提過就是呢 講蘇聯那個研究電子的一個歷史 其中我們提到 雖然你說呢 在那個公元2000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其中能夠分享到的得獎者呢 他就是俄籍的 那它其中的貢獻就是在那個集成電腦那裡 但是呢 當時呢 就算是前蘇聯的人去研究了一件事 去最後能夠導致到集成電腦的出現呢 它當初的目的不是為了做這些晶片的東西的 它純粹是想解決一個 純粹是一個電腦上的問題 它沒有想過這件事可以幫助它呢 在未來的世界裡面呢 將那個電腦是微型化的 那當然啦 有了電腦的微型化 有了集成電腦呢 你就可以將更加多的運算單元 放在那個的一個晶片上面 那才可以鋪墊到今天能夠有一個精密的運算在這裏了 就是講的都是一個個人的體驗啦 大家都不難想像到的 就是什麼呢 你如果運算的時候 你捨得去計個小數位計得更加多 那於是你出來的誤差就會少 那我記得呢 就算小時候讀書的時候也是的 就是老師都說 你的答案最後交給我 你要四寫五入 可能是keep少數後兩個位 三個位 或者叫三個有效數字 但是這些四寫五入的步驟呢 你就最好在整個運算的最後最後你才交出來的那一刻 你才做四寫五入 在這個運算途中 你不要隨便把東西去弱化了去四寫五入了去 如果不是呢 你就令到那個精確度減少 就令到你最後的答案不差大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一個晶片去運算能力低 它能夠去處理到的那個小數後的位的數少的話呢 就是它那個精確度低的話呢 最後出來就不差大了 那其實就是很簡單就理解到俄羅斯 它那個的晶片硬件運算的精確度不足 也都速度也不足了 那直接就令到它的精確度也不足了 是啊 我相信蘇聯在七八十年代去投資在那個科技的策略 就是現在看到一個極大的錯誤 投資了錯了一些錯的東西 反正台灣這方面呢 就是蔣經國的總統 他當年他發展那個電子工程呢 今天看到成果 但是我們不需要講這個東西了 最重要的就是為什麼我提這個東西呢 而是說這本書裡面很長的篇幅是擺在中國晶片的問題上 他提了一個看法 我相信我們也有講的 其實如果你細心去看看 所有即使現在不在美國製造的電子科技呢 那個license 都在美國那裡 那如果美國一吹雞呢 其實是其他的國家 包括他剛才講得明白 就是中國是對美國一個軍事上的威脅 是沒有可能自己獨立做到晶片的 因為他提了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dependency 這個倚靠性的概念 其實現在做晶片呢 沒有可能一個國家做到的 因為所有無論技術 工程 機器 都是要靠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的技術 陷入之後才可以做到 而這些技術 大部分的來源都是美國 只不過有部分美國自己不做 所以導致 所以他沒有寫明 但是我覺得從俄羅斯今次 在烏克蘭戰役的表現 我們可以推算到 如果將來發生了衝突的話 中國在晶片方面 基本上是挑戰不了美國的優勢 是 是 是 你可以看到 由這個晶片戰爭 你可以預視到接下來的熱戰 是一個結果 我會說這個是熱戰之前的 另外一個戰線上的冷戰來的 就是 你看到那個西方發達國家 就是他們那個陣營 依然是牢牢掌握著這個 這個精確 就是不要只是晶片 是整個精確科學 精確科技的那個技術資料 是他們把握著在那裡的 就算被你留到去中國 就算是留到去俄羅斯 已經是那些檔次是低了 低了兩折的東西 就是這裡又可以拉一拉 在剛剛這個星期 有一個就是 不是和這個科學太有關的新聞 但是呢 也都是反映到那個人工智能技術 哪邊先進 哪邊落後的一個新聞 就是也都有傳就是中國大陸 就是一位比較年輕的人工智能學者 是幫軍隊做事的 那就意外身亡 撤亡 是的 在中國那裡 新聞那裡就起了一些波瀾 這樣子 但是呢 在這個新聞裡面呢 這裡都看到就是說 其實這一位遇難的人呢 它是不是真的那個才能是這麼高呢? 在中國來講它算高 但是其實如果你拍回去外國來比呢 其實不算很高的 其實這裡也都看到那個外國 和中國的人工智能那個差距 有部份是反映到在這裡 是啊 但是會不會反過來想就是 其實它的死亡是只不過有某些人 在現在被上級的壓力底下 要特地找一件事出來去 它說我們為什麼做不到 因為有個天才死了 所以我們做不到呢? 這樣 這樣 有什麼惡犯性呢? 這個就變了超出我們科學薪資的範圍 就是 所以就 但是我也只能夠說了 就是暫時沒有什麼證據 就看表面來講 很難做進一步有效的推斷 那我就說了 它也提到很具體的 就是荷蘭那部光刻機 那個組件其實是幾十萬個組件 但是這個組件不是荷蘭它做了 很多是不同的國家 所以你搶到那部機器就沒用了 為什麼呢?將來其它國家跟你不合適的時候 它不給你 你只是一個月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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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nent已經可以把你整個 所以其中我想它沒有直接說 但是很明顯一樣的就是 你和其它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 是決定了你的晶片本身 晶片工業本身 能不能夠成長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這裡再講多一點 就是你會發覺 美國在後面那個作用 它好像看 就是由得你在外面生產 由得你在外面去裝陷 或者是去貿易去流轉 但是一到它牽涉到它認為影響到自己領先地位的時候 你會發覺一些 就是它們就會出手了 就是它就 你說到就是光刻機生產的那個動作 那個部件 原來也都分散在很多不同地方 在香港那裡 同時間 就算我們上個星期也有提到的 講那些 GPU 那些顯示卡 那些這樣的晶片 最初有一些是NVIDIA想賣去中國的 希望能夠避開了美國的規管 結果美國又說不准 結果它重新又想去按照現在合法的規格 來再設計一個晶片又賣去中國 那似乎在裡面那個技術 哪些可以給 哪些不給 後面你發覺就是美國的作用就是影響力很大 就是隨時它就可以知道裡面哪一個關鍵技術 你原來是做了出來 不會留了出去影響到美國領先地位 它說停你就停你 是啊 還有不是一部機的 原來發覺很多的技術 你沒有了軟件你是做不到的 而這些軟件哪裡來呢 通常都是美國的 那你可以收購那個公司的 你可以收購那個公司的 但是問題就是 人家一到法律的那個層面要去制裁 或者限制 基本上你是沒得了 所以我看中國晶片業很難獨自去 所謂獨立去成長 這個很難獨立來的 你可以和其他人合作 但是如果你想著我一條龍都做了 基本上我想我自己比較誇張的來說 是沒有可能的 嗯 嗯 這種模式大家可以看回 就是中國企圖是 食住個尾流再彎道超車這種做法 其實是重複了很多年 由它做大殺傷力武器 到現在去到這些精密科學 它其實一直都是想做這件事的 它的方法就是透過一些在外國學習的人才 將技術帶回來 可能它帶不到最新的那套軟件 或者最新的那套技術 或者最新的那顆硬件 但是它就是希望能夠執著 能夠重做現在現時還是二線的東西 然後就減少由零開始的開發時間 來去再超前 但是你會發覺這件事隨著那個 就是美國它本身的陣營那個限制越來越多 你會發覺就是 就是和技術本身 那個每一個去 一個技術依靠另一個技術 硬件、依賴、軟件 這件事的依賴度越來越高 越橫橫相扣的話 你掌握到其中的十樣裡面 掌握到九樣 你掌握不了第十樣 跟著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 另外一個小細節很有趣的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這個涉及領導人對這個技術的掌握 他說當華為在澳洲的時候 他們是做一個基建工程的時候 是爭論過一個問題 就是對澳洲的國家安全有沒有威脅 其實當時澳洲不想聽美國的講話 就說要禁止華為那個 但是當時澳洲的總理 當時他為了這個問題 他直接看一本470多頁的書 就是5G的這個電子通訊 安全的守則和資料 他是刨完整本書 才去跟美國的建議去做限制華為 你以為中國的領導人有沒有這種細心 這個 就是他有沒有這樣的想 首先他有沒有這樣的IQ去理解這件事 就是 我想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那個管治文化那裡 你看到就算你哪個國家都聲稱重視專家 聲稱重視科學 但是到了一個最終的決策 我會覺得 如果你有一個國家 他真的更加寬容的能夠讓這些 純粹是政治忠誠 但是也都是可以外行 領導內行的話 通常都是出事的 就算他有這樣的好人 好的人才 給好的意見 但是他能不能夠在關鍵時候 發揮一個關鍵的作用呢 這個就會成問題 台長你舉這個例子 就是這次澳洲的總理能夠去做這件事 我是非常欣賞的 就是你無論你所有事情 你的政策 你完完全全就是你自己願意去學習 那個科學知識 然後服役於這個科學知識 那麼其中一樣 我相信某些國家的態度就是 我雖然不懂這件事 我叫你做 你聽我做了 你不要這麼多其他意見給我 那麼去到現在晶片那裡 我相信這種做法 可能會產生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後果 好 最後一件事想問你 他這段書有說 他說當年這個iPhone的時候 Steve Jobs是想找Intel做那個晶片的 但是要量身訂造 Intel不肯就是 結果現在就全部iPhone的晶片 CPU的晶片都不是Intel做 那麼這個是不是一件真事 那麼這裏又回到我自己有限的資料去看了 那麼iPhone自己的晶片做就當然了 那麼而且呢 可以體現於 就是用回我自己上個禮拜 那些經驗就是呢 你現在那些MacBook 它裡面的CPU 它的圖像處理能力是高過Intel那一堆 其實也是剛剛發生的 這個禮拜 剛剛這個禮拜 Intel也公佈了他們自己企圖想追落後 他們在整個那個動畫顯示技術 那些GPU的晶片技術裡面 其實就全面落後了 不單止落後了給Apple 也都落後於這個NVIDIA 所以他們現在要追 我想就是蘋果做了對的事情 就是說呢 它就寧願自己搞 他找一間小的 叫RM 是的 那變成它就有能力去做了那些 負責去剪片啊 做設計啊 那些人的生意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你玩開藝術東西啊 玩開一些動畫東西啊 就是你拿電腦來剪片 那些人喜歡用Mac的東西的嘛 那因為它部機本身那個剪片能力就真的高啊 也都有賴於它裡面那個 就是那個運算單元是能夠做到這件事嘛 那Intel就是似乎比較長時間就忽略了 那於是乎才有其它地方的義軍突起 那它因為它那個X86的architecture太成功了 8086的那個機本 它這個食魯本一直導致它是不想做一些新的東西 這個只是其一啦 另外就是說 我們一下子沒有意識到原來那個平衡運算 是可以涉及到一個這麼大的影響力的一盤生意 就是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你做平衡運算啊 可能你為了打機咯 你是為了去做圖像設計啊 動畫設計那些東西咯 那些東西是小眾人的東西來的 你大部分的人是用文書的嘛 那如果你要做平衡運算 就拿我們的CPU來自己砌一個平衡運算的 一個新的大型電腦 一個超級電腦這樣的東西咯 那通常平衡運算會這樣玩的 但是你一個人自己單機做平衡運算的東西 有多少人需要用到這些東西呢? 哦 原來一下子玩人工智能 哦 就已經要用到很多 那接下來可能講的人工智能 不是需要委託一些大型機構去做的 你想一個小小的研究員 去純粹研究一下新的藥物開發 新的癌症療程 原來都可以自己一個研究員 這樣比較小組去做呢? 哦 原來你就需要用了一些比較 比較尺度小一點的平衡運算單元 那你可以看到有人忽略了市場的時候 就有人去pick up上來的了 那這個你也可以看到那個自由市場競爭 就是帶出來的結果 就令到大家出來就有一個更加快 會有一個好的產品可以用到 嗯 涉及到這本書還有很多東西在講的 不過我們已經太長了這一節 將來你看看這本書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好啊 那我又及一下了 我就肯定不可以學你這樣兩天看完 不是 千萬不要這麼說 OK 我們下次再回來 好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